马赛人在野兽了一身肌肉 面对野生动物 徒手与它搏斗 也有一定的战胜几率 并且马赛人也是成群出没 互帮互助 野生动物也很难靠近它们 像是这只狮子就因为受到了攻击 倒在了地上 被马赛人残忍地杀害 这只狮子浑身受伤 它脑在了地上气喘吁吁 这也正因为自己愚蠢的做法 惹怒了马赛人 这样的后果也是自食其果 马赛人成功地保护住了领地 也保护住了自己的家畜 他们满载而归 一路上村民们夹道欢迎 马赛人也拿起了 从狮子身上扒下来的皮毛 这些皮毛也可以用来制作衣物 也是他们荣誉的象征 凌羊竟然突然被猎豹偷袭 猎豹突然窜了出去 抓捕到了这只羊羊 凌羊躺在草地上休息 原来他正要生养自己的幼崽 凌羊怀孕了很久的时间 剩下幼崽也是十分的艰难 小幼崽刚出生 充满了力量 猎豹也是抓准了这次机会 准备狩猎羊和他的幼崽 双方扭打在了一起 羊羊利用头顶的触角疯狂地反击 猎豹轻松地躲开 羊羊触角也是十分的锋利 如果被触角攻击到 也会被直接扎破皮肤 猎豹在野外快速地奔跑 羊羊们高高地跳跃 路过人们的公路 人们也都纷纷停下汽车 不敢前进 害怕受到野生动物的波及 在野外的草地上展开了追逐站 羊羊直接被猎豹抱住 猎豹骑在了羊羊的身上 疯狂地撕咬 双方的世纪大战 也是一触即发 而猎狗也寻着气味赶到这里 两头猎豹早已将这只羊羊击杀掉 而猎狗在一旁也想分一点食物 好没有消耗力气的猎狗 猎豹是肯定不会将食物分给他们的 猎豹也在驱赶着猎狗 这只瘦弱的猎狗也只能撤离这里 将猎物还给猎豹 马赛人在野外快速地奔跑 他们甚至拿起了弓箭抄毛 看看是什么情况 让他们如此的紧张 原来是猎豹到了他们领地狩猎 猎豹被累的摊倒在了地上 看来马赛人的攻击力真的非常的强 满载而归的马赛人回到了领地之中 马赛人满载而归 回到领地中 宰割宰物 而树上的沸沸一家却十分的丑闹 他们在树上叽叽喳喳 扰乱了豹子的休息 猎豹飞速地爬到树顶 看来是准备狩猎这群沸沸 而马赛人就在远处埋伏着 一旦猎豹有着行动 马赛人就会出击 保护自己领地内动物的安全 沸沸的数量真的非常的多 猎豹的进攻 一向以快准很著称 轻轻松松地就将这只沸沸叼在了嘴里 马赛人全军出动 放出了自己饲养的猎犬 猎豹 猎豹闻声快速地逃跑 沸沸与马赛人配合十分的聪明 沸沸 沸沸疯狂地嚎叫 引导马赛人 抓住猎豹 猎豹最后也只能爬到树上去躲避 来到了树上的他也很慌乱 不知所措 最后呢 这只猎豹也是找准了时机 从树上一跃而下 飞速地逃离 马赛人在他的身后紧追不舍 双方速度也有一定的差距 猎豹靠着速度优势 飞速逃离这片领地 成功地逃脱了追击 天空乌云密布 变闪雷鸣 地上的动物们到处逃脱 开始迁徙 动物们在迁徙的道路上 难免会受到攻击 像是这种生活在野外的野马 并不常见 猎豹快速地奔跑 向着这边冲刺 野马同时也在加速地躲避 这场战斗 周围有许多自己的同伴 看来猎豹们也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 猎豹的最高奔跑时速 可以达到120公里每小时 这样的速度呢 在野外 也是比较出色的 除了 狸狸猎蝣 合力围攻斑马 若单的斑马到处逃碎 甚至连猎豹的幼崽都会捕猎 斑马到处逃寸 凭借着自己对地形出色的了解 多次的躲过了攻击 还是比较幸运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